也許你往慢慢 那首歌怎么唱 就像忘了当时的月光 如今我颤抖横迹那段旋律 你能够感受往日的境界 那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时光 也曾有过迷茫和忧伤 虽然艰辛却如此荡起回唱 在其中闪耀着光芒 我们琴琴唱 听回声歌嘹亮 藏湿热过的胸旁 也感充满力量 唱唱唱唱 听回声歌嘹亮 愿青春勇敢不老 有迷茫爱的那一段话 我们琴琴唱 听回声多亮亮 开心开心的梦想 迷茫爱的那一段话 愿青春勇敢不老 有迷茫爱的那一段话 优优独播剧场 愿青春勇敢不老 当唱这首歌的时候 就会强起家庭 王笑容 提起傻水 大家最清楚的 他就是革命老曾御殿 邓玉华 映山洪这首歌曲的 曲作者 傅庚陈老师 红山山方光寒 红寒寒暖秋寒 每年都活一百岁 最好还能再多奖 一百岁再多奖 再多奖 要是鼓掌更多奖 四 上 嘭唱 mono 语唱 嘭唱 鼓掌 希望不要来 登胞子 嘭唱 语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临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好 这回声不够嘹亮啊 太棒了 欢迎大家 我是尼克买提 感谢天王表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你知道吗 每一次全新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都会觉得满心欢喜 充满期待 因为见到了我们现场红彤彤的观众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现场选择这个颜色特别合适 红色代表着热情 代表着热度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 能不能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 谢谢 我跟你说红色不仅够好看 够热情 而且它还够好听 你发现没有 很多歌曲 歌名当中带一个红字 这个歌就会特别深入人心 非常好听 就会特别红 比如说硬山红 东方红 还有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没错吧 是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啊 他们也将和我们分享来自他们自己家乡的一抹红 首先我们请出的这位嘉宾呢 我刚刚注意到他今天穿的衣服好像就有红色系的感觉 那他来自四川阿爸 提到他的家乡我会想到五光十色的九寨沟 还有四川的各种美食 除此之外还有天籁般的歌声 还有刚柔并济的藏族舞蹈 来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名歌手 容忠而甲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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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的欢乐 留在你的掌头 初恋的情声 战略的神 撂拢几次雪崩 涉凉的我 为何不懂心通 母人挥手 一时光影银入府 一厢的情郎 总是越来越主 滚滚的红尘 难言你的笑容 清脏的阳光 日夜与我相拥 茫茫的血雨 何处寻觅你的影组 高月的红 美丽的高原红 煮了油煮了酥油茶 还是当年那样 高原红 梦里的高原红 妙如梁的清可酒 当我醉在不眠中 高原红 美丽的高原红 煮了油煮了酥油茶 还是当年那样 高原红 梦里的高原红 苗如梁的清可酒 让我醉在不眠中 苗如梁的清可酒 让我醉在不眠中 苗如梁的清可酒 让我醉在不眠中 苗如梁的清可酒 大家多热情啊 谢谢 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啊 今天晚上呢 能再一次来到这个舞台 谢谢大家唱歌 谢谢大家 哎呀 再次欢迎容忠而甲 来到回声聊亮 今天我们回声聊亮的主题是 家乡的一抹红 不用说了刚才容忠而甲 用他的歌声 用高原红 唱出了自己家乡的那抹红 那除了歌词当中唱到的 青柯酒醉油茶之外 你们家乡还有什么 借这个机会给我们 多介绍一下 这歌词里面当然唱到了 这个青柯酒醉油茶 然后呢我们大家可能 大家印象当中 我们藏族的听到更多的 就是哈达啊青柯酒 确实是 每当我唱这首歌 我就回想起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在雪山下有牛羊 然后呢 很多时候呢围着篝火 一家人或者是村子里面的人 都围着篝火 跳锅庄和青柯酒 这种场景 就是真的是永生难忘 没当唱这首歌的时候 就会想起家乡 所以说呢 也要衷心地祝福 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我说到了青柯酒 还有什么美食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家乡的好吃的 美食当然很多了 青柯酒 刚才我们讲的酥油茶 而且大家特别 也是耳熟能强的就是 手抓肉 对吧 也是这个牛羊肉 手抓肉不是牛老家的吗 好像西部各地都有 都有 那有什么不同吗 新疆和藏族朋友 可能做的一些风味上 可能有些不一样 新疆的这个 手抓羊肉 水也是我 特别喜欢吃 而且特别的鲜美 对 然后在我们藏族地区 也是特别喜欢 这个牛肉和羊肉 也是用水煮 而是清水煮 就是放一点盐 而且特别要把握它的火候 就不能太熟 越说我越熟了 大概七八三熟就可以了 新疆的可能要加些洋葱 胡萝卜等等的东西 来调味 对 满足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正好是饭点 如果此刻 您没有再吃饭的话 那对不起了 如果您再吃饭 也对不起了 祝您胃口好 其实提到荣中二甲老师 我觉得他演唱了很多 和自己本民族有关的歌曲 带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除此之外呢 还尝试地演唱了很多 积极向上的 具有正能量的歌曲 比如说有一首和梦想有关 对 有一首新歌 叫为梦想临跑 这首歌呢 有这首歌词呢 非常的有正能量 我觉得这首歌呢 真的是可以给一个 在外地为自己的梦想拼搏 努力的人 给他们带去一份这个 勇气 带去一份的力量 这首歌呢 后来是作为了我们 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剑》的宣传主题歌 今天呢 我也把这首歌带来了 而且也带来了这个 我们拍的这个MV的视频 让我们赶快 大饱耳服 也大饱眼服吧 来我们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 无月亮期望 苍穷 见证繁星的光芒 大海 与生生生枝的海洋 汗水不断收获着辉煌 冰炮风向就要翻起航 为了更高的铁铁铁铛 冰炮风向为世界鼓掌 飞风云 拥抱阳光 太阳 无月亮期望 苍穷 苍穷 见证繁星的光芒 大海 与生生生枝的海洋 汗水不断收获着辉煌 我们的一次老四面发光 这些在我们心中激烂 拥抱梦想把希望点亮 想要绚烂就要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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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请出的这一位啊 我觉得他来回声聊亮也特别合适 因为他的声音本身就特别高 特别聊亮 而且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号 叫做陕北歌王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家乡的一抹红 他又会带来怎样的一点红色呢 来 掌声有请 王向荣 有请 那说他说 texto就是河 那说aya 那说海洋 universities vaya bad 也只是习 drain 尊博安穿了個馬子奪 他死讓你打九香 東馬湖 太陽上 尊博安穿了個包子套 他為讓你那麼幸福 歡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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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他死兩命打九香 我多壞呀 救個高火 他愛的符号 他愛的符号 她愛的符号 可天哪 他愛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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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海的符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革命老根据地 毛泽东存加息出发 经过二万五千里查证 就到了咱们那儿 就到了陕北一单十三年 那么在这块浑色的土地上 那要说真正有名的 也就是全国人能耳顺闻消的 也就是陕北方方面面的革命民歌 民歌 陕北民歌 提到陕北民歌 王向荣老师特别有发言权 因为您本身是陕北歌王 来到我们回声聊聊 不让您唱那么两句 我们都觉得说不够学 下一道那个婆婆 下一道都那俩 哎呀 解剥杀的那个小妹妹 哎呦呦呦 嘿嘿嘿 老喜火 我发现王老师唱歌有一特点 就是时下流行歌曲的演唱者 特别注重的互动 王老师经常和身边的人 眼神交流互动 其实这个在陕北 他不就互动 在陕北就是新年的心 心通的心 没错 你唱歌 我就与我的孩子们学什么 我说唱歌懂星 只是说你的身影有多高 你这个 那草草的人多着呢 但是呢 你出来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歌唱 要懂星 没错 因为民歌 它本身就是从民间出来的嘛 当然是要跟我们的人民大众 来用歌声交流了 对对对 王老师不仅这个民歌唱的好 而且还演过电影 哎 我那个演的多了 您别说 我们先看一段好不好 来来来 我们先看看王老师演的怎么样 name 水中文歌 看来王老师这戏路很广啊 将来还可以再拍拍戏 我这形象不用化妆 在荧幕上一出现 它就是一个地道的一个陕北农民形象 色色鲜明 这个沟沟倒倒 就像陕北那个活土地一样 勾勾千勾万赫 您今天上我们这来也没化妆 粉色出现 我说不用化 化妆师 化妆师 你化妆化 化妆师 最白就是一个寿宿 我觉得王老师的心得特别好 刚才说脸上那个勾勾呵呵 我想问问您您今天高兴了 说老不老 说小不小 今年62岁 去年退休的 62岁了 其实王老师 我们刚才介绍了陕北歌王很厉害 所以我也在想 您是不是也能够再完完整整地 对我们唱一首歌 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陕北歌王歌声的魅力 没问题 唱了三十四年 嗯 就是够专业三十四年 还有十年的业余生活 所以这甲起来四十多年 就是唱陕北名歌 只要大甲那天 那再给大家来唱 那您再来唱什么 天下火和九十九道王 今天2014那个同案就唱了 对 我觉得 来 我们共同来欣赏王向文老师 为我们家里听说好听的歌 有请 有事 是 你笑得 天下的火口 既是既都八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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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割那草棕牙 来吧 穿来吧 哎 南小河 天下佛和 九十九刀斑 九十九刀斑上 九十九刀斑 九十九刀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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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嘿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嘉宾啊 他的声音非常的清脆悦耳 同时呢他用自己的声音也诠释了很多经典的歌曲 深入大家的心中 也感动了很多的观众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著名歌唱家邓玉华 有请 咱们掌声请出的歌唱家邓玉华 一般三宗游战 看天地 看冬了夜游 看春风 若要看得有 冬进来 临上海边有 冬山湖 若要看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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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经典的歌声总是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 刚才的一首应山红应该是经典的影片 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 问一下邓老师 这首歌您唱了多少年 这首歌是1974年唱的 今年整整40年了 整整40年了 虽然时光过去了40个春秋 但是我发现每当唱起这首歌曲的时候 总是会唤起我们对于那段争容岁月的记忆 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来说 我们没有经过那段革命时期 但是因为有了像应山红这样的经典的革命歌曲 有了像闪闪的红星这样的经典的影视作品 让我们觉得对那段革命岁月有了更多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您的演唱就像一本教科书一样 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一幕一幕 关于革命时期的一些场景 我们也要谢谢邓玉华老师 40年经久不衰的演唱 掌声送给邓老师 谢谢 欢迎邓老师 那其实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也是邓玉华老师的老朋友 那就是应山红这首歌曲的曲作者 傅庚辰老师 让我们掌声 欢迎他去 了请 你好 你好 富庚辰 我国著名作曲家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明日主席 他曾为多部电影音乐作曲 其代表作有 《红星照我去战斗》 《红星歌》 毛主席的《画儿记心上》 《硬山红》等 他的创作既富有民族风格 又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 既通俗异动 又不失大家风范 他创作的音乐和歌曲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富老师 您今年高寿 七十八周岁 七十八周岁了 看着一点都不像 我跟大伙介绍介绍 富庚辰老师 创作了太多的经典 像《闪闪的红星》 《地道战》 这些电影的主题曲 都是富老师创作的 包括那首《硬山红》 我想问个富老师 最开始创作《硬山红》这首歌曲 怎么就想到说 请邓云华老师来演唱 这个我要说一说 那个时候我不认识邓云华同志 我这歌写出来之后 有三位候选人 一个是郭兰英 一个是彩蛋多玛 一个是邓云华 在这之前 我跟邓云华同志合作过 《地道战》的插曲 毛主席的画儿基金上 已经给我留下来非常深刻的 非常好的印象 所以这次就请邓云华 邓老师知道这段经历吗 您知道这是PK之后的结果吗 那个富老师刚才讲的这一段故事啊 后来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是1965年 富庚陈老师后来讲的那个电影《地道战》 是我是第一次认识了富庚陈老师 从认识富庚陈老师唱这个歌开始 我得到了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怎么说呢 因为我那时候23岁啊 唱了一些歌 但是很浮浅 就究竟怎么样把歌唱好 那时候不知道 后来唱了《地道战》的时候呢 富庚陈老师先告诉我 这个《地道战》这个歌 是在什么时候唱的 那么给我放了一遍《地道战》那个电影 他们当时已经排完了 正在后期制作 就把唱《太阳出来赵四方》的那一段 那个故事放给我看 也推开窗户 然后这民兵的人的心啊 开朗了 开了 所以就唱了这个《太阳出来赵四方》 《太阳出来赵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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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所以在唱的时候呢 才能知道 哦 要唱歌之前 先要知道这个歌的时代背景 和他的人物的内心的独白 才能够把这个歌唱好 所以我很感谢富老师对我的帮助 你看一个好的创作者 一个好的歌唱家 和一个好的作品 他们的相遇充满了偶然性 但是也有必然性 所以刚才思思说到了 我们的富庚陈老师 到现在还在创作 最近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作品吗 反正是不断的 07年建军80年 09年建国60年 11年建党90年 都举办了我的作品音乐会 11年呢 我写了一个大型声乐套曲 毛泽东之歌 然后去年写了 雷锋的交响组曲 雷锋之歌 所以这些年一直在写东西 所以你看富庚陈老师 说到自己创作的这些作品啊 如数家珍 所以看得出来 富老师对于创作的热爱 当然今天我也想和富老师 介绍介绍我们栏目 我们回声聊亮啊 就是本人以翻唱经典为主的一个栏目 所以也希望富老师 今天您就坐在我们嘉宾席那个位置 我们也请来了现在的小朋友 看看他们是如何翻唱您的作品的 我认为这个题目非常好 好在哪里呢 就是好在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 不要忘记历史 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新中国 这种辉煌的历史 不要忘记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让回声永远嘹亮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老师 录作嘉宾席 共同来欣赏小朋友们翻唱的 富庚陈老师的作品 有敬意 Skullingale 工新开山 防光抬 工群坍 Idea 卵烬猎外 工学时在 工作工人热的心 当个光辉找晚呆 工具时在 工作工人热的心 当个光辉找晚呆 长夜里 红星珊珊去黑暗 寒冬里 红星珊珊迎春来 斗争长 红星珊珊去风向 长出山 红星珊珊把路开 红星珊珊 方光寒 红星珊珊暖秋快 跟着猫珠西 跟着岛 山珊的红星团乱在 红星珊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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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一 这回走对了 你刚才是怎么走的 一 二 一 还得调整一下 走错了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美莎 大家好 我叫慧晨 我今年五岁半 我今年六岁半 我们是黑龙家的 得不得组合 什么组合 什么 得不得 得不得 为什么叫得不得组合 因为我们的嘴鼻子很溜 我们是老科高手 老科 还有啊 说 下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段小快板 表演快板是吧 不用我们主持人了 你们就直接自己帮幕了 对 开始吧 来吧 打主板是板对板 请我唱段小快板 做个绵唱就叫叫 祝大家心情都要高 高兴家 高兴家 愉快家 浪身家 浪漫家 大家都要快活家 祝爷爷奶奶姥姥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要有个好身把 受命活得多一家 每人都活一百岁 最好还能再多家 一百岁再多家 再多家 再多家 要是鼓掌更多家 祝大家天天天都要顺心家 顺心家 孤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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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心如意家 美梦成真现实家 大福大福吉江家 六六大事顺着家 各领各的都平安 都要好好好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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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点 活着高兴 浪漫点 浪漫点 好 他们说完之后自己小脸憋通红 你们挺厉害呀 连天都不带大纺着的啊 这谁给你们写的词啊 快把老师 快了多少时间这词 忘了 忘了 那你们快把学了多长时间 快把学了多少时间 我学了多少度 没听见 说这水平啊 厉害呀 请问一下 宝贝 你平时是不是特别爱吃糖 我看看你们小牙 给我们看看 你看 牙都掉光了 小门牙全是带虫子的 是不是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那谁 刚思思姐姐说得特别像 王诗玲 有吗 好多人都说像吧 行 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啊 刚才你们唱的首《红星歌》唱得特别的好 但是你们知道这首歌 是谁创作的吗 知道啊 是傅爷爷创作的 我们还是老乡呢 对对对 我们都是黑龙江人 别吹牛 那我问问你 傅爷爷就在我们现场 我问问那嘉宾洗衣裳 谁是傅爷爷 哪个是傅爷爷 你认识谁是 那个穿白衣服那个 穿白衣服那个 爷爷是傅爷爷 傅爷爷 傅爷爷长的精神吗 嗯 对 对 那我问问你们 都说是老乡 是不是 是 你们有点嘚不嘚对不对 特别能说 你跟傅爷爷用东北话唠唠嗑呗 行啊 傅爷爷好 今天我们俩来到回声聊聊 我奶奶还着急上了 你说我奶奶年轻起来的好香 你也是东北的吧 是吧 我两个一个组合就是东北的 都是东北的 你问声好 说他吃饭了没有啊 你问个好也行啊 你好 你好 如果傅爷爷回你们老家了 回家乡了 你请傅爷爷吃点啥 你准备 我想傅爷爷吃肉 吃肉 吃啥肉 吃啥肉都行 想吃啥肉就吃啥肉 想吃啥肉 傅爷爷爷 你想吃啥肉 您告诉他们 他们请客 傅爷爷太胖了 不能多吃肉 我求你吃海鲜 哎呀 大气 不能多吃海鲜啊 傅爷爷想吃年豆包 哎呀 这是东北的 真的是地地道道的东北的美食 年豆包你们吃过吗 吃过 好吃过 好吃 啥馅儿的 豆沙馅 豆沙的哈 傅爷爷您点评一下 吃完豆包 您觉得他们表演的怎么样 非常生动 记忆力非常好 那么长的快板都从头背到尾 很流利 很不简单 非常好 邓一华老师觉得呢 很感动 那么多的词 一下子一口气都说下来 哎呀 我是做不到的 向两位小朋友祝贺 向你们学习 谢谢 你们怎么说 谢谢 这刚才给你们点评的邓一华老师 你们认识吗 认识吗 嗯 邓老师唱过什么歌 唱过毛主席的画儿 地心上 哎呦 这东风还挺 哎 那你们会唱这歌吗 会 我们 我们要是下台 我们下台学就行了 你别下台学 我们现在就请邓老师给你们唱 你们现场学行不行啊 那就学不下来 别 那你们先跟邓老师唱好不好 好 好吗 邓老师可不可以把这首歌曲带给我们大家 也送给两位小朋友好吗 好的 给大家唱唱 太阳 太阳重来小四方 冒出西地四条 山尽光 太阳小歌 天生多难 好不惜四象的光辉 少得甘心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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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四方 可命的人也 有了主将 男女老少 一参战啊 全民参战休息啊 我天的力量 是我天的力量 朱熙的花儿 天天上 那他的人 长寿荒 谢谢 谢谢邓一华老师 邓老师您知道吗 您刚才在演唱的时候 两个小宝贝一直在给您打拍子鼓掌呢 你们觉得邓老师唱得好不好 这么珍贵的歌我们都唱不了啊 什么什么的歌 这么珍贵的歌我们都唱不了啊 唱不了没事 跟着老师好好学 长大以后什么歌都能唱了 继续努力好吗 好 下一次来就唱这首歌 跟邓老师好好学学 行不行 行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那下次再来啊 好 来 立正 向左转 起步走 拜拜 还是有点顺管 今天真的更要感谢傅庚臣老师 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回声聊亮的现场啊 感谢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书写着经典 也祝您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掌声送给傅老师 谢谢傅老师 奖本 希望不要来 要承包大手奔 希望足遥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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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